Hello 大家好 今天小弟要為大家介紹最新的Vesperry Pi DIY Streamer Slash Player 你看這個全新設計的機箱是全銀色的鋁合金機箱 前面有個5吋的touch screen 是電容螢幕來的 Resolution是800x480 然後後面會有基本的Vesperry Pi 的接口 兩個USB 3.0 再加一個LAN port 旁邊還有兩個紫銅的插座 然後右邊是一個標準 IEC 的電源插座 這部機器看起來好像平民無期 其實實際上這部機器的設計也挺貼心的 因為在底部會有一個天窗 就可以看到SD卡在裡面 這個天窗的設計是做什麼呢 就是方便喜歡經常轉換系統的朋友 不需要拆機 直接打開這個天窗施壓螺絲 就可以更換系統了 那麼SD卡在裡面 相對來說都比較容易去更換系統的 插入插出都非常容易的 沒有什麼問題 那麼我們現在不再上螺絲 然後看外部呢 我們再看看裡面那個設計 就是一個設計的 先開機的設計 先開機頂的設計 螺絲 先開機頂的設計 先開機頂的設計 所以左下角呢 就是一個標準IeC插頭 有一個Earth 直接接駁到Ground Pro那裡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 用來保護用家 如果那些電線有什麼意外的話 也都不會被電電箱 或者漏電的風險 直接消費用器 就能保護到電機和用家 然後旁邊呢 有一個40VA的音 Audio-grade R-type的Transformer 那Transformer有什麼特別呢 它在這位置有條 好像Earth Wire 其實這條是一個Shielding的Wire 它介乎在Primary 和Second W之間的Shielding 可以有效地阻隔一些Noise 然后火牛8V 就去到LPS 阿SUN第一题电流输出达到5Mbps 对于WespraePi和Test Screen 再加Degg来说是绝对够用的 然后外置就算拖到HDD 或者CD-ROM也是绝对没问题的 因为电流一定足够 来到LPS 首先过了10A的巧式整流 然后去到一个CLC的雷波 两排的Nichicon FW系列的电容 这电容声音非常清澈 很通透的声音 然后过了一个CLC的雷波 再加一个LM317AT的线性稳压LDO LM317有什么特别呢? 它是Power Supply Rejection Ratio可以达到80dB 120Hz的时候 相对于其他LM317来说 它是多了20dB 那么价钱也是普通LM317的3倍左右 然后去到最后了 去到铝波呢 就是一个VMA MKP10系列的铝波 然后再加一个150mL的Tank Cap Tank Cap其实它的铝波能力 现在已经等于4-5个普通的电容了 好了 去到电源输出呢 它就去到Arnold Balls的DAT 这个DAT 它用的一个解码chipset就是 ServiceLogic的CS-43198 那么它有什么特别呢? 第一就是它供电给VSPR 第二就是它里面呢 已经经常来自很多的电流的 铝波的线路里面的了 再加它有两个 内置的超低噪的时钟呢 那就可以不需要用到 VSPR的Pi里面的时钟 而为那个解码呢 提供一个很稠淨的时钟了 然后黑色的粒芯呢 就是CS-47198 经过了CS-47198之后呢 有一组的Low Pass Filter 才去到那个RCA的智能插座 然后VSPR的Pi里面 有一条15mm的Flat cable 接隔了前面的触摄 panel 那触摄 panel 前面就有个支架 那你怎样触摄都应该不会掉出来的了 整套机都是用CNC开孔的 所以这些位置 开孔是非常准确的 基本上误差 我想都不大于0.1mm左右 好,那介绍完那个内部和外部结构 那我们现在试试开机 开机的时候呢 会有个Splash Screen 这个是PiCore Player的Splash Screen 然后有个Bootup Sequence 就像大家普通电脑开机的 以前Windows开机的画面 就会有点准确的 现在我们在1分钟之内 就会进入 Bootup Screen 了 因为这部机器之前还没有设置 所以现在就 按下机器 再按下机器 好,接着呢 就进入到画面了 看到,其实 这里呢 也可以选择歌的 这个呢,全部都在NAS里面 那就不在机器里面 但是呢 大家也可以 把这些歌放在 USB手指 或者USB的Hard Disk 那就不需要买个NAS 它PiCore Player有个 很独特的功能 叫SambaShare 其实它是 当是一个Windows的 SMB的伺服器 如果大家在家用Windows 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把歌 放在 部机里面 即是外置的Hard Disk 那就不需要NAS 也可以直接拿到这些歌来播 那因为 这个视频呢 其实也是 比较细小 所以一般我们控制 或者选择歌 都会在iPad上进行的 例如要选择 陈杰尔 Play 陈杰尔就会直接在 Touch Screen里面出现 然后呢 你读一下Touch Screen 其实它会转回不同的User Interface 有摘照 亦是大相 有文字 这个是摘文字 然后呢 这个有个Spectrum 可以看到的 不同的Spectrum 它是一个对称的 最中间是高频 然后两边是低频 然后有一个很帥仔的View Build 大致上呢 我今天的介绍呢 就是这么多了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留下留言 或者PM我 可以聊聊更多的 多谢大家